hello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girls talk 其实之前我有做过girls talk系列的一系列的视频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想出来一个主题 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那今天有一点不同 今天是我搜集了 大家在评论里啊私信里给我提的一些问题 我把它搜集总结了一下 来给大家做出一个从姐姐的角度 从一些过来人的角度 来给大家做一些回复和我的一些心得的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UP主怎样才能维持长久的恋爱关系呢 那在恋爱刚开始的时候呢 谁也不知道可以维持多久 可能一两个月就分手了 但有可能走着走着居然就结婚了 因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你单方面你想维持多久就能维持多久的 在我看来呢 那其实这个问题是完全不需要去想 也不需要去问的 你只要沉浸其中 如果你喜欢他 喜欢这个人 你就去认真的对待他 珍惜这段关系 可能最后真的这段关系维持的很长的时间 到最后都不会分开 今天的自己是过去每一天的积累 那其实一段关系也是一样的 今天今天这段关系的状态是过去每一天的积累 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有一段高质量的关系 不需要去问自己能不能维持多久 这样的问题 你只要去珍惜他 好好地对待这段关系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讲讲婚姻的各种问题吧 可能这两年要结婚了有一点点害怕 姐姐可以分享一下夫妻相处知道吗 怎么让彼此感情更好 怎么保持婚姻的热度 想听听和老公甜甜的爱情故事 以及对于爱情保现的看法 首先呢婚姻中肯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的 多到以前就想象不到 一点的小问题都可能引起争吵 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背景成长起来的 金钱观不同啊生活习惯不同啊 都会引起争吵 加上如果双方父母又是又又喜欢这个介入进来的话 再加上之后又有小孩的话 那这个矛盾就更多了 我觉得我跟我老公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家庭关系比较简单 因为他的家庭是在法国 基本对我们没有什么干涉 那我自己的父母呢也相对来讲比较开明 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我是从来不让我的父母介入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的私人关系的 就包括即使我跟他吵架了 我从来不会去跟我的父母哭诉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跟他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让父母介入的话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呢我从一开始就把这条线划好了 就是我不会让我的父母去介入我的私人生活和私人决定 也不太也不允许他们说我的老公不好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成熟起来 想要解决好像一个大人一样去解决婚姻中将来将会出现的问题呢 就要学会不依赖父母 学会不让他们来介入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生活 做到这一点呢 其实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就简单很多 好处理很多了 至于夫妻两个人的相处之道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尊重两个字 虽然我也会敦促我老公洗澡洗碗 但是我还是会给他应该有的时间和空间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女人进入一段关系特别容易变成要么变成了妈 要么变成了女儿 其实这两种角色都是非常不健康的 首先你在一段婚姻关系里面你是一个妻子 你是一个成熟的人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要做好自己的这个定位 你和丈夫两个人是平等的 不存在谁要去照顾谁 或者谁要去隐忍谁 人的关系呢 应该是互相照顾 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说到底 我觉得其实婚姻关系里面 还是相爱两个字最重要 因为只要相爱了 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容忍的 很多很多的细节你都可以容忍 如果不相爱的话 真的看着这个人都觉得很烦 很厌恶 那你们问怎么让感情更好 我觉得当然是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吸引力 不仅仅是外貌 还要努力充实自己 我老公就特别喜欢跟着我学习 记得我们住在海口的时候 我想去学武术 然后他也要跟着我一起去学武术 然后后来我要学日语 他也要跟着我一起学日语 我觉得好的关系是两个人可以一起进步 一起成长 一起经历的事情可以让两个人更成熟 那你们感情也会更好的 想听姐姐分享一些情感之间的体会 私心有点想听怎么处理和对象的矛盾 怎么避免陷入冷战 怎么经营一段感情和一些维持甜蜜的小技巧 完全不同的人要走在一起 有很多矛盾真的是太正常了 虽然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 确实存在那些神仙眷里 只要一个眼神就能够彼此理解 彼此体会到彼此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还是需要经过很多磕磕碰碰 很多争吵才能够磨合到一起的 其实有矛盾很正常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看你是不是珍惜这段感情 所以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陷入冷战的原因 我觉得主要就是沟通的不好 沟通有问题 所以干脆就不沟通了 所以就变成了冷战 其实我觉得冷战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他可以给你一段时间去冷静一下 免得你在气头上说出一些伤人的话 那冷静下来 再平心静气的下来谈一下 其实是更有好处 那维持甜蜜的小技巧 我觉得我老公做的特别好 他是十年如一日的 每天早上出门之前 都要拥抱我亲亲我 回来之后也是一样的 平时也会经常性的拥抱我 晚上睡觉也要拉着我的手 虽然说以前觉得这个只是些小细节 没有什么的小套路 但是后来时间长了 我发现其实我们的感情生活中 是需要这样的套路的 因为他会提醒你爱很重要 对面这个人很爱你 你爱他你就要表达出来说出来 想听姐姐聊聊婚姻观 家里父母还算开明 但唯独有一点跟我一见不一致 本人是女生 家长认为女孩子就必须生宝宝 还说到了年龄就应该blablabla 可是我认为这个 反正跟我的观点不太一样 想问问姐姐有遇到过社会上 这种看法的人吗 如果遇到的话该怎么处理 关于父母催生这件事情 我觉得首先你要明了一点 就是你不是为了父母生孩子的 我们的父母 中国的父母确实就比较喜欢 介入孩子的这个 成年后的这个私生活 但这个没有办法 但你自己首先心里面要明白 你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而且你要生孩子 也是因为是你自己的决定 而不是为了父母去生孩子 那我觉得你能做的话 也只能是考虑了自己的想法 然后好好跟父母沟通 我相信其实世界上 所有的父母他们 虽然说做法不一样 但他们出发点都是希望你快乐 那只要让他们知道 怎么样做事 可以让你快乐幸福的 我相信最终他们都会理解的 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吗 第一关于婚姻 晚婚女生真的会掉价吗 究竟几十岁结婚才是正确的 第二女生不读到硕博 以后是不是没有竞争优势 我感觉我很不喜欢掉价这两个字 女性是商品吗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 男生说觉得自己会掉价呢 关于几岁结婚才正确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我身边有二十多岁就闪婚的 也有到了四五十岁才结婚的 甚至二婚的 幸福的程度跟你 是不是幸福跟你几岁结婚没有关系 跟你和谁结婚有关系 好吧 关于女生不读到硕博是不是没有竞争优势 我觉得这个 其实你可能没有想好自己究竟将来想做什么 就我自己来看的话 如果除非你是想搞科研 或者是你有一个专业的方向 否则的话 如果你只是想出来就业的话 其实本科也够用了 因为如果你读到硕士博士 你专业的方向是更窄的 那么你就业的方向也是更窄的 其实关键是你自己要想好 你自己究竟想往哪条路走 想听听姐姐聊一聊老公的优点和缺点 如果有的话 她的优点我觉得我可以说说很多 第一个就是非常省钱 她几乎从来不花钱 真的给我花了 第二就是她非常自律 就她想好一件事情 她就一定会去做到 比如说她想好了她要好好健身 她就真的每天都去健身房 一天都不辣的 然后她在去年的时候 她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就是一年要看一百本书 最后她真的做到了 而且还超额完成了 这让我很钦佩的一点呢 就是她非常有原则 这个体现在呢 就是只要是不符合她原则的 破坏她原则的事情 她是坚决不做的 不管谁说 她都不会被说懂 这点我觉得太厉害了 因为包括我自己的话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圆滑的 比较灵活的嘛 就包括我自己 也不能说自己是有 百分百会遵守的原则 有的时候我也会被别人影响 但是她就真的不会 这点我觉得真的超厉害 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我现在被她影响呢 往好的方向去影响的 就是自己一定要有原则 说到她的缺点呢 我觉得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她的缺点应该就是太耿直了 太直接了 然后呢 不是很懂得去圆滑和变通 这个可能是她这种成长教育背景下的一个通病吧 还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她不是很懂沟通 人际关系中的这个沟通技巧 它是有点缺乏的 所以她已经经常跟我冷战 搞得我也很累 但是现在她慢慢已经在长大了 就男生成熟比较晚吧 她就慢慢在长大了 现在她已经很多时候她已经可以理解到 就是老婆说的都是对的 姐姐怎么看待大学时候的男女关系 从过人过来人的角度 嗯 姐姐我在大学时候是没有正经谈过恋爱的 所以其实可能并没有提会这个校园恋爱的这个感觉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同学是大学时候就恋爱的那种 校园情侣 那么我自己觉得学校校园时期的恋爱是真的非常美好 非常纯真 嗯 我觉得如果在大学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喜欢的人 能恋爱就去恋爱吧 因为这真的是 等你出了校园以后 你再回头去看 你会觉得这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也会很感谢这样的一个校园恋情 所以能恋爱就恋爱吧 想问一下姐姐关于爱情的问题 尽管在旁人眼中算是优秀的 但出一种种原因总是在爱情面前退缩 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而不敢主动出击 从来措施了很多机会真的非常遗憾 姐姐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一下自己的自卑感 其实有的时候感觉自己也不是很差 而且在各方面努力提高自己可能有与家庭的原因 加上前男友比自己优秀 经历一段打压是恋爱 面对一些比较优秀的男孩子总是会觉得自卑 经常感觉配不上别人 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敢争取 知道自己在心理上有这方面的缺陷 想去改正自己的心态 却不知如何下手 其实我受到不少女孩子的私信跟我说她们没有自信 我想可能是跟家庭有关系 有可能从小没有受到鼓励 不是受鼓励长大的 以及呢可能没有得到充分的爱 导致长大以后面对挫折 不知道该如何的面对 因为这样的心态是长时间形成的 靠我一两句话 靠你一两天的努力 其实是不可能改变的 它需要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那我能给的建议就是你要建立自信 那这个自信呢是来自于持续的正反馈 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些小目标 比较容易达成的 那么你每一次成功以后 它就是一次正反馈 它会给你建立自信心 慢慢慢慢的 你就会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了 说到和异性的相处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不要去先去想什么结果 大大方方的无欲无求 不要抱什么幻想 该怎么怎么样 就尽量做你自己 这样对双方来讲都比较轻松 慢慢慢慢的 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说到打压是恋爱 这个我真的是非常反对 一个真正优秀的人 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 他是不会来打压你的 我老公从来不打压我 他一直都是鼓励我鼓励我鼓励 到这可能今天我就 比以前更有自信心了 所以真正一个好的人 喜欢你的人 他是不会打压你的 他一定是尽量鼓励你 能保持好心情 喜欢的书是什么 怎样舒缓压力 如何避免在爱情中迷失自我 还有就是怎么克服周围人 对自身婚姻价值观的不理解 比如不要孩子 谢谢姐姐 我觉得对我来说 吃到好吃的东西 会让我很开心 然后见到自己的喜欢的朋友 跟他们一起 好好的吃好吃的东西 再好好灵灵尽致的八卦一番 也会让我很开心 所以对女生来讲 吃好吃的 有几个好朋友 很重要 可以让你心情很好 关于如何不在爱情中迷失自己呢 我觉得你要足够爱自己 对自己足够有自信 你要保证自己的底线 不被侵犯这点很重要 你要有自己的原则 其实人性都一样的 如果你一再的退让 没有原则 对方就会一再得寸禁止 在这一点上 其实亲密关系和工作关系上 都是这样的 所以有自己的原则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让别人对你价值观的不理解 我觉得尽量不要去在意就行了 但是虽然说起来简单 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忙你自己的事情 你忙起来以后 别人说什么想什么 你根本不会去在意 那今天关于感情爱情婚姻的 Girls Talk 问题回答就到这里 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自我 关于心态的调节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